美国联署会放割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齐扬 台积电ADR大涨3.9% 激励周一台股开高 早盘大涨超过200点 最高来到20639点 电金族群表现强 AI族群尤其是组装的部分 AI server组装 还有这个台积电 带领了整个行情往上走 金融股进入所谓的超级股东会 它的这个股息 跟它的这部分的一个outlook 可能相对都比较乐观 AI指标股回答和超微 上周大涨3% 供应链跟着嗨 台积电盘中最高来到793元 涨11元 鸿海四月营收创历史同期新高 更看好AI伺服器未来成长 股价冲上166元 大涨6.41% 创2008年以来高点 光达和伪创也同欢 同时投资人也关注 4月1号挂牌时 引发轰动的ETF00940 5月10号即将面临打换股 除息了所以它就被剔除 财报出来它获利数字没有达到连续 这个季度的这部分的一个成长 或是正的这样的一个获利数字表现 市值没有达到标准 金融股的部分增加进来的机会比较多 价由的这个AI server 假设你要去做一些所谓吃豆腐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上来看的话 目前看起来投信已经开始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布局 市场预测5月可能被删除的成分股 包含神达光宝科伟创加士达统一 并把除完席的长荣换成积极拓展航线 布局暑假旺季的长荣行 并加入多档金融股 专家分析因应大都根计划 有望带动营造营建 水泥钢铁等族群 也可能被纳入 但还是建议股民长期布局 小心投资风险 民事新闻杨思敏戴亚伦台北报导